煙燻雞肉就是 號稱每一口都吃得到肉 歡迎收看主播帶路 我是曉飛 今天要來開箱的就是新款漢堡 麥當勞出了一個 長寶 有兩款 一個是煙燻雞肉 另外一個是薑燒豬肉 但是它們是期間限定的喔 只賣到4月28號而已 另外一邊是Costco新出的牛肉起司漢堡 很驚人耶 你們看一下它的外型啊 很高耶 然後它的賣點就是它的牛肉非常非常的厚 而且配料也很豐富 雖然說現在很多人吃到覺得網路評價不一 有人覺得它很雷 但是也有人覺得它不錯耶 今天就先從這一顆來下手一下 而且今天主播帶路又是我一個人開箱 不知道為什麼美根就跟Costco的好料美食 特別無緣 上次太大碟的時候也是我一個人 今天呢也是我一個人 我們現在啟動切片的模式 哇 好 切對半了 來給你們看一下它裡面的料有哪些好了 來來來 一層一層的 很清楚喔 麵包也是滿厚的 中間夾一片起司 最重要的就是它 你看 差不多將近兩根手指頭 這麼粗的漢堡肉 牛肉 然後加上番茄 還有生菜 我覺得它的牛肉呢 算是好吃的漢堡肉 真的很扎實 很大一塊 所以你一口咬下去的時候 你還要這樣稍微品嘗一下 但是它的肉質跟香氣就會整個散開來 然後麵包的感覺部分呢 會真的稍微偏乾一點點 然後配上它的生菜 也有那種清爽感在裡面 如果說呢 它跟那個素食店的那種漢堡做PK的話 它比較像是美式餐廳會賣的那種漢堡 畢竟肉比較厚嘛 有沒有 肉比較大塊 然後配料又很多 還滿豐富的 這樣子一顆呢 包裝是長這樣 129 然後套餐是附一杯飲料啦 吃完了這一款呢 要來PK 就是麥當勞的藏寶系列啦 現在網路上一面倒的評價呢 都說這款煙燻雞肉好棒棒 我來吃吃看這個煙燻雞肉的感覺怎麼樣 煙燻雞肉就是 號稱每一口都吃得到肉 哇 你看 我才打開它的雞肉就快掉出來了 然後呢 打開那個袋子啊 味道就可以一直聞到那個煙燻雞肉 然後那個煙燻味一直飄散出來 有香噴噴的感覺喔 喔 它料真的很多耶 所以它才會用這種袋子設計 做這種袋型 然後很方便吃 把它凹下來就可以了 就是避免呢 它的料亂灑啦 哇 號稱每一口都吃得到雞肉的藏寶 來 吃吃看 邊吃邊吊耶 吊真的好多喔 聽說呢 他們選用的是台灣本土的雞肉 然後用橘木煙燻果 所以它的香氣呢 特別的香 然後加上的是蜂蜜芥末醬 然後配上一些些神材 那漢堡吃起來意外的柔軟耶 它的麵包的部分 它好像也有稍微烤過一下 嗯 吃起來不錯 這個應該多少錢 繼續 七十四塊 對 怎麼樣 覺得XX是不是 哈哈 那因為是期間限定的 所以呢 覺得怎麼樣也要吃一吃看看 好啦 另外呢 就是他們的薑燒豬肉囉 出兩款新口味 而且麥當勞蠻難得的 因為以前呢 他們都是出雞肉或是牛肉 豬肉的產品說真的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不吃牛肉的人呢 也做了一個新選擇啦 就是薑汁系列的 好 給你們看一下喔 這個薑汁裡面的內容物 一樣的麵包 但是呢它裡面配的是 豬腹肉 也就是五花肉啦 好不好 就是有肥瘦比例的五花肉 然後配上醬汁 還有一點點的生菜 來吃吃看 喔 這個薑汁系列好薑汁喔 真的聞起來會 會很像米漢堡 也有點像是那個摩斯漢堡的那種感覺 喔 我覺得它算滿重口味的耶 算是重口味的漢堡 因為它醬汁給的很濃郁 有點像日式照燒醬的感覺 然後呢豬肉的部分呢 有點微甜 然後配上裡面的洋蔥 然後薑汁味也還滿濃郁的 因為像我個人就非常愛吃薑汁系列的豬肉啊 所以這個味道我可以接受 這個是多少錢 一樣也是七十字 七十四個啦喔 總結時間啦 今天吃了這三款漢堡呢 來給大家評評分數好了 像第一款呢 這個Costco的牛肉起司漢堡呢 其實我在吃的時候呢 會覺得它的料真的滿多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它的牛肉又很紮實 很大一塊 不過呢就是少了這麼一點點油脂的香氣啊 如果再多一點點呢會更薄 所以呢先給六分好了 長寶這兩款呢 其實我覺得它的口味都做得不錯 像燻雞肉仔比較屬於清爽型的 然後薑燒這隻呢 是屬於比較重口味一點點的 那讓我比較意外的就是呢 漢堡麵包的部分很好吃 很軟Q 然後呢再加上它的配料呢 也滿有誠意的 肉量給的很多 但是呢 但是生菜的部分呢 確實比較少一點 因為只有給一點點的生菜 那醬汁的部分呢 大體上面呢 都搭的還不錯 但是呢如果真的要評分呢 我差不多呢會給到七分左右的分數 熏肌可以稍微高一點點 七點五好了 好不好 那就給大家參考啦 那如果有吃的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囉 直播帶陸下次見囉 掰掰